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十载工程 我是主持人Carmen 一单工程项目由前期的研究、策划 到兴建、到落成使用 其实过程一点都不容易 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来自土木分布的Packet工程师 来为我们大家做一些小小的分享 Packet,为什么多创业会选择读工程 其实一直以来我对数理科都比较有兴趣 成绩亦都比较好 同时也考虑到香港未来有 比较多的大型基建和旧区重建项目 例如我毕业时有高铁项目、沙中线项目、中環湾姐妖道 去到今天刚刚新开张的章岚隧道 未来也会有北大都会的发展项目 其实工程可以令到 让我们将图纸变成实在实物 亦都可以为建设香港 所以我就选了工程来读了 女性在工程界里面也算是比较少数 你觉得女性工程师在工程界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女性是比较深思细密 善于沟通 可以做到一些协调和沟通的角色 其实这间工程项目也比较多老师傅 她们也不太习惯 突然间会有些年轻的女性加入她们的团队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她们也可能会比较不习惯 所以那时我会经常出现在地盘 有空无事又过去和她们 学习一下她们的泥碟炸铁 了解一下她们的工作过程 当你和她们混熟之后 间幕可以打开的话 其实都越来越融合 我也做了这么多年 其实现在也有更多女性在项目里面 例如我现在做的项目 其实差不多有四成都是女性 我们土木工程其实涵盖的繁文 都十分之广阔 Taggy 平时你会负责哪一类型的项目呢 其实我从毕业开始 就已经在承建商做的 主要是负责地基和结构的工程 其实做承建商的工程师 除了要带领团队 去确保工人是否施工 是否按图施工之外 亦都需要解决施工期间 面对的挑战 例如运输地盘的空间等等 亦都要考虑到预算 进度 品质 安全环保等等 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刚刚你提到你也参加过很多不同类型的项目 有没有哪一样你觉得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说到比较特别的 一定会是南昌站的 负责地基移除和重置项目 另外就是连接的士尼将会新开原区的建设 说回高铁的项目 当时是为了兴建高铁的隧道 现在本身南昌站旁边的负责地基 它有很多公子桩已经做好在这里 但又撞了高铁的隧道 所以需要移除 然后就在剩下的位置建新的地基 技术都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其实就是将一条公子桩 好像扭筷子、扭毛巾一路地扭 扭到它断为止 然后拿出来 所以现场你会看到 好像一条条的螺丝粉在地上拿出来 很特别 至于迪士尼园区 也是一个比较少有的项目 跟香港其他项目的要求也很不同 在过程中也接触了很多新的技术 所以也在过程中有很多新的挑战 以及新的学习的机会 你有没有什么说话 想和我们的年轻工程师说 或者有没有什么提示会给我们 第一样就是 其实年轻的工程师 是不应该要怕辛苦 亦应该去拥抱挑战 其实每一个项目 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有着它们各自的挑战 各自的难题 但其实每一个项目结完结了之后 其实都会对社会一定有它的得益 所以无论过去多辛苦也好 其实都一定是值得的 另外就是年轻工程师 应该要装备自己 了解我们工程业界 有新的技术 最后我也建议 年轻人应该要放眼世界 好 那我们现在回望过去 你觉得你做不做到当年 投身工程界的初心 我觉得做到的 其实在这么多年里面的挑战 和尝试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满足感 和很骄傲的 因为随着每一个项目的完成 社会一直慢慢改善 我们也培养了一班年轻的工程师 和我们一起继续建设社会 所以我觉得 投身这个工程界 其实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多谢Peggy的分享 也很多谢Peggy 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很多 她在行业工作的心路疫情 亦都是和自己共有个人经历 我们今集的十载工程到这里为止 下集再见 拜拜